謝謝趙偉 有請我們王次長 衛福部王次長 請衛福部王政次 王次長好 今天是想跟您對話 青少年自殺真實的原因 當然如果時間有限的話 有夠的話 我本來還要問訴發部 如何協助各部會數位轉型 因為今天只有6加2 很可能只能問 次長關於青少年的這個事情 次長您知不知道 我們最近CRC 就是兒童權力公約審查的 落幕的時候 我們的兒少代表當場抗議衛福部 特別是我們的 心理健康司司長的言論 傷害兒少 這個事情您知道嗎 報告委員知道 那您認為這個是司長的錯 還是如同司長自己的解釋 是媒體斷章取義 我想這件事情 不是對 就是說 以這個事件來講 我想 不用去講說 對或錯的問題 那我 沒有對錯的問題 對 我想 所以是兒少想太多了 應該是說 對於事情的解讀的角度不同 那您的解讀是什麼 我的解讀是說 因為聖市長他 我有跟他談過這件事情 主要就是說 對青少年的自殺的事情 那 他有他的動機 還有他的處理方式的 這兩個大的面向 那麼對於動機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應該要好好的再去 去做一些相關的研究 那再把它改善 做得不好的地方 一定要 繼續 去把它做好 那容許我請您暫停一下 是 因為這件事情 我第一時間知道的 不是從媒體 這個會議我也有趣 那他是 雖然那個時候我並不在 他是現場的兒少代表 而且兒少代表很多是 我們衛福部的兒少代表 現場的兒少專家 現場的NGO的朋友 當場就非常的憤怒 所以他們不是透過媒體了解的 那 後來也有人把竹字稿整理出來 他講了兩段話 時間有限 我把第二段話念給次長 當我們的國際委員問他說 我想知道政府有沒有做什麼研究 了解就是青少年的精神上的健康問題 可能出自於健康性的問題 譬如說學校壓力太大 這是國際兒 國際專家問的 就我們衛福部的心理健康司司長 聖司長回應說 第二段 他說這五年大家可以看到 在青年青少年自殺率有突然增加 若我們扣除跳樓的因素 其實就沒這麼明顯 也就是說這十年來台灣高樓的增加 導致很多青少年青年的衝動性自殺 這也是我們防治的重點 以上跟各位報告 您還覺得他講這段話沒有問題嗎 我覺得他省略掉前面的動機的部分要處理 那他直接跳到後面 就是說在方法上 我們要怎麼樣去預防這種衝動式的自殺 他今天如果是內政部管建築的 管別的他講這個話或警政署 我們都可以理解 他不是其他人 他是我們新成立的心理健康司司長 存在著全國的携带 他穿加的是一個專業的會議 而且他現場還講這是我們防治的重點 如果我們今天要這個防治重點 他的防治重點 他不是第一次講這樣的話 他講過碳的 他講過這您都知道 就是說關於大家中秋少烤肉 因為這樣碳會使得大家自殺 他針對在這個自殺的工具上的糾結 我非常的擔心 他怎麼領導我們心理健康司 做這個精神衛生跟心理健康司 我想次長你已經也看到了 後來這位文章 我非常希望部長跟次長 如果你們要帶領我們做好心理健康精神衛生 去看這篇文章 這個寫文章的人他20歲 他也擔任過我們衛福部的兒少代表 我看完他的文章之後 非常的痛心喔 他中間說一句話 他說跳樓的人從來就不是衝動 而活著有時候只是倖存 他講到他們在學校裡面 要去找輔導老師的時候 要先通過自己的心魔 就很難了 而且常常會遇到班導師大嘴巴 把他們去找的原因說出來 而且下課10分鐘 根本沒辦法進行 經常要請公駕 公駕導師還會大嘴巴 然後同學還會 就是說他們的閒話 那然後呢 如果他要找我們衛福部的 就是相關的這個司喔 那我們這位代表他親身就遇過 他打電話給衛福部的專線的時候 就專線告訴他說我快下班了 你可不可以過5分鐘再打來 而且就是這個實質的狀況喔 那他講到的是不是他一個人的經驗 是台灣青少年扎扎實實的痛 所以我今天真的 這是我很認真的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我上你們衛福部 看了你們全國自殺防治策略的會議紀錄 我真的看了非常的失望 我不知道你們那些專家的背景是什麼 他們裡面百分比真的把聚焦在工具上 關於木炭要如何陳列 店員應該如何關心只買炭沒買肉的 然後還要對面露憂鬱的神色的消費者提供求助資訊 我覺得賣個木炭也真的是很辛苦啦 就你們給他們這麼多的要求 那高樓頂樓標示安全裝飾 我要講的是這些當然都重要 可是你是心理健康師 那這件事情我們交給內政部去處理就好了 為什麼我們要有心理健康師 這個做法 如果你們花這麼高的比例 在降低自殺工具的可取得性 而且卻沒有針對原因 這不就是我們古代的聚焦療傷嗎 有人被劍射中了 擁一把劍桿俱下的了事聚焦在這個 你問他說裡面的那個箭頭呢 他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說 我的重點可能劍桿先俱下 這個真的讓人非常的失望 我覺得這個青少年是生氣憤怒 我真的是非常失望 那如果今天部長次長看不到問題 我們司長繼續領導的話 我真的擔心我們這麼多的預算 會繼續讓大家失望 那這邊是你們自己的統計 你光看這個 左邊是工具所謂高樓跳下 自殺自傷的五年提高2.5倍 右邊是自殺原因 你們自己已經做一些初步的統計了 校園學生問題五年就提高6倍 那以我們剛剛所講的 這真的是需要你們跟教育部合作 可是你衛福部 你就有這樣一個自殺防治的 匯報了這麼多的專家 如果內容都是針對這些工具防治 然後司長講出這種話 還一直認為這是斷章取義 他沒講錯 這是專業 他最近還講說要我下台 反正我退休 就是好像他就是講得很專業的話 這真的讓人覺得你們真的了解 自殺這個議題嗎 國際都知道這個要講結構性的因素 那這邊有學生的問題 那當然還有很多人本等等認為還有霸凌跟暴力 所以我今天的要求是次長 你要找到原因才能做出行動嗎 既然這是衛福部的工作 校園輔導要跟Tribe合作 你們是不是可以進行完整的跨領域的兒少自殺成因研究 你研究的原因才能提出全面性中和性的防治措施嗎 然後其中針對性別族群身心狀況不同的因素 才能有好的指導嗎 是不是可以真的找到 就是說跨領域的專家進行這個 包含我們人本基金會 台少盟 然後CRC民間監督聯盟兒童聯盟 他們都期待你們要做出這樣的研究好嗎 我在網路上看到那個東西非常的失望 那您多久的時間 可以給我們比較完整的研究 謝委員的指教 我想我們會甚至檢討這個部分 那我想希望 是不是給我們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這個再來 再跟您做報告 那一個月時間至少針對這個研究要怎麼進行 找哪些專家規劃好不好 一個月可能研究做不出來 但是要有一個交代 那次長拜託您好好去讀我們那一位 痛心的衛福部兒少代表 他聽到這個話之後 他寫的一個非常痛心 他們在第一線 學校的就是輔導機制如何幫不上他們 然後學校的老師們如何沒有相關的知能 然後他打電話到衛福部 而且他是講了非常多他們同時代的兒少的經驗好不好 那這樣才能深入了解問題 才能感同身受 好 那謝謝市長了 我會一個月後會監督 謝謝委員 謝謝范園委員質詢